一定要承认,无时接来,阿赖业里面,寒藏这些善物种子有多少?无量无边啊,我们天天还在走啊。 佛经上有个笔语,加尔加世,这些善物是有形状,哪怕再小,像一粒微尘,我们无时到今天所造的也有多少? 佛说,净虚空,变发界都容纳不下,真的,念念都在走啊,我们自己没有感觉,啊,念念是,是指什么呢? 一秒钟,两千亿百兆次的生命,这就是念念。 一秒钟,遭了多少次了,两千亿百兆,没停止过啊,多可怕。 想到这个地方,我们就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真正给我们一个无上的法门,啊,叫我们把念头,都换成阿弥陀佛。 啊,换一句话说,心上只有阿弥陀佛,除阿弥陀佛之外,什么也没有。 这个法门,当身尘求,需要多长的时间,一般标准的时间,不出三年。 旧能永远脱离六道轮回,往生记录世界。 啊,例子很多啊,近途深陷陀佛之外,记载的,往生传里面记载的。 啊,我们在这一生当中,轻盈看到的,轻而所闻的,啊,念佛三年往生的,有多少? 曾经有人问过,是不是这些人,三年寿命都到了? 我回答的是,这不合乎逻辑。 那,由念佛三年到了,少数啊,怎么可能有那么多? 啊,那么多,三年往生的,他怎么去的? 他还有寿命,他不要了。 海鲜老伙上说的很好。 念佛,只要功夫成品, 阿弥陀佛就来看你,就来给你送信息,啊,告诉你, 对见佛啊,你的寿命还有多久? 时候到了,我来接你。 先功夫说的这个话,跟我在经上体会的完全相同。 啊,什么时候你见佛,肯定见佛,大师智乎他说的很清楚,啊,在《楞严经》, 师智原同章章里头。 念佛人,义佛念佛。 心里不间断的。 现前当来,必定见佛,这大师智乎他告诉我们的,现前是现在啊。 我们一定跟阿弥陀佛见面了,见面的信心十足啊。 啊,可是,见面这个时候,就有不少人,他救我了。 我向佛要求,我还有寿命不要了,我现在就跟你去。 阿弥陀佛非常慈悲,就带你走了。 这才讲得通啊。 啊,那么还有的是,有一些人,留下来,见佛了,他没有跟佛走。 我相信有两种人,一种人。 对金教通达。 那,他,虽然不是亲振,佛经上所说的,决定不是假的。 在苏婆世界修行一天啊。 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半年啊。 这个地方好成就啊。 不是坏地方啊。 那进步怎么会那么快呢? 这个地方淘汰率太高了。 一不小心就堕落了。 极乐世界没有仗允。 只是有进步没有退步。 但是在进步比较缓慢。 啊,这个世界是大进大退。 就看你,有没有这个能耐。 啊,劲得快,要退得快。 啊,所以。 得到功夫成品。 三年五载,时间不长啊。 就能达到一心不乱。 啊,四一心不乱。 四一心不乱。 往生极乐世界。 神方便有余图。 不在同居图啊。 从同居图就超越到方便图。 再有个三五年。 他就能从方便图啊。 超身到尸宝图。 离一心不乱。 要知道。 离一心不乱。 就是禅宗里面。 大彻大悟。 明心皆心。 阿弥陀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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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